然后这第六天也同时让我的嗅觉没有掉 可是我的味觉还在 就是天苦辣喝一点点吃到一点点食物的味道 可是基本上的味道都没有了 因为嗅觉已经没有了 就是上个拜二第一天的时候 就是头晕 然后一直晕一直晕 晕到很严重那一早 我就觉得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可是这一次没有拉肚子 也没有到呕吐 我就觉得不然在家休息咯 可能是我昨天吃错东西还是什么东西 我就没有去理太多 也没有特地去想是不是确诊 是不是中病毒啊之类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去理 然后到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情况都是一样 就是我第一天到第三天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直头晕一直晕 然后晕到我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知道很严重的晕 所以我又不想要特地去医院 第四天就是7号5月7号 就我感觉到发烧了 然后我就讲嗯有点紧张 是写着positive就是讲我确诊了 我就讲哇不理哦 因为这个不是100%准的 这差不多是70%准的 所以我就马上去clinic去验咯 去验什么什么那种什么什么scan啊 不是很会讲的 然后就是到最后是确诊 就是confirm了这件事情 就是confirm中了 他就讲啊政府会打给我啊 什么什么之类这样的 他讲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人中 所以不一定你是被送到去隔离 他讲你最好是在家已经 大概一个一只区域吧 就是在家隔离这些 因为可能没有地方也不够位置给你进去 如果你是轻微 如果你是严重的那种插管的那种 其实他讲也是基本上那些病床位置剩90% 可能现在陆陆续续更多人中 可能零病床位都没有 可是到第五天的时候呼吸困难这个情况还蛮一直出现的 很频率的一直出现 跟你们讲的就是这里有一个东西顶着让你呼吸不顺畅 就是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就一直来咯 可能是一个小时来几次 或者是整个小时都是这样两三个小时整个情况都是这样 导致到你没有心情吃东西啊 没有心情做任何东西 就是你很想要睡觉罢了 因为睡觉就不会有那个呼吸困难的感觉 这个可能如果有众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感受 就是明白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睡下去 希望24小时都在睡觉是最好的 因为不会痛苦不会辛苦那种感觉 然后直到第六天的时候 痛苦终于出现了 我不懂我跟一般人相不相 因为我问我几个喷嚏他们是讲他们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有肚子脏气的情况 就是这边就是胸口肚子的中间 应该是胃吧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啦 就是这里会脏气很硬 硬硬 然后你按下去的话你会想要吐 可是你没有按的话就是 它会好像肚子痛这样突然间来一下 可是你大不到变的 完全是大不到变 你只能大空气 根本就是想要放屁这样罢了 我从那天开始就不能大变了 就是一直放气一直脏着气 然后一直想要吐的感觉 就是那种吐的感觉是平靡到好像 就是怀孕的人 然后一直想要吐那种感觉 就是反胃的感觉 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 反胃想吐 睡不着肚子痛 然后我也吃了脏气而已 我也喝了姜茶 就是做了一些可以让脏气消掉的东西 都不懂 这个东西连续几天很痛苦 然后这第六天也同时 让我的嗅觉没有掉 可是我的味觉还在 就是天苦辣喝一点点吃到一点点食物的味道 可是基本上的味道都没有了 因为嗅觉已经没有了 所以让你们更加的去保护自己 因为很多人 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的 就是觉得没有中 我幸运啦 不会中啦 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觉得哎呀 在家没有事情 怕什么这些东西 可是你想不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一个病毒 可是可能在空气可以传染 可能你动过的东西 或者是你上过的厕所 开过那个门 全部都可能那个续镜留在那边 然后你不小心拿来擦壁纸 拿来擦哪里的话 就是这样容易就中了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 一场非常的小心 好